接到檢舉 員警來到民宅門口 向裡頭走 要找屋主 但警方一路往內 走進了一樓民宅 查看裡頭有沒有人 過了幾分鐘 才看到黃先生現身 原來自家被檢舉 物品擺放 佔用道路 被開單已經夠不滿 他指控警方有所瑕疵 如果要讓我去 我人是頂過來 我狗在叫 我看錄影帶 才知道警察有進去 因為警察如果沒有警戒 我就同意 對吧 你穿一桌 我說你要進去就能進去嗎 我準備要對這個嚴警提告 悠悠然從二樓走下來 警方上門要開單 人家檢舉在這裡說 做廠公司擺在樓林 我怎麼有 對啊 原來講的是這些盆災 警方出示秘錄器 澄清道場時 為了確認屋主在不在 才會扣進門口 要開的話大家都要開 對啦 我只要說 像我這樣說 那麵包也沒要抵 但這爭議原來來自於 鄰居間的大鬥法 旁邊有洗車不開啦 像我這樣要開 你看這個公平嘛 四天內警察來開單兩次 為了盆災被檢舉 黃先生不服氣 但周遭這些洗車店家 都知道他也是檢舉大人 我本來就一直被開單了 他一直到什麼可能不開 到路上做生意 雙方早就結下樑子 下去警方多次接到檢舉電話 三天內至少泡七次 疲於奔命來回開單 鄰居間的不和睦 反倒讓執行公權力的警方 公卿辨識主 記者綜合報導